现在的短剧剧情太感谢了 女人和上班的丈夫拥抱告别 身后的妹妹却熟练地吻上了姐夫 可即便两人的动静在大声 女人也不会发觉 只因她是一个患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 原本麦令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不仅有疼爱她的老公 还有一个如同亲妹妹一样的好闺蜜 然而她却不知这一切都是假象 丈夫和妹妹不仅设计将她变成了聋人 还在处心积虑地想杀死她好得到她的千万遗产 所以当她在生日宴会上宣布自己怀孕的好消息后 丈夫却没有一丝喜悦 妹妹也瞬间变脸匆匆离开 晚上就在石鸣以产检为由 骗麦令锦签下了巨额保险时 不料苏西却坐起了腰 她故意播放他们的结婚视频 还提议让他们跳舞重温一下 可视频放着放着 就变成了石鸣和苏西两人私会的话 等麦有这几日 那边的生活很懂 摔下去 活不坚持的 死去 可麦令锦却毫无察觉 苏西见状故意往她脚边扔了东西 就在麦令锦要转头查看时 石鸣急忙搂过她吻了上去 这一幕让苏西更加急恨 晚上石鸣准备睡觉时 不料一转头却看到苏西正躺在她和气子中间 姐夫你怕什么呀 她又听不见 你说话这么小声干嘛 姐 你的床好大呀 我好喜欢 为了不被发现石鸣 只能好言好语 拨她回房睡觉 可苏西非但不肯离开 还嚣张地在床上蹦了起来 还好麦令锦没行 只是转了个身 石鸣气的一把将她拉了下来 警告苏西 安分点不要破坏她明天的计划 小西 苏西 什么事 你什么事 没关系 姐夫你再看看 到底是谁是 原来这只是一个噩梦 第二天的饭桌上 石鸣和苏西表面上都十分体贴地 照顾着麦令锦 可实际上却仗着她听不到 而光明正大的 讨论着杀掉她的计划 笑那个杀手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放心吧 今天下午 她就会消失 可麦令锦却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还沉浸在这虚假的幸福中 计划如期开始 麦令锦一个人去牧园拜祭父亲 而石鸣 却并非想和苏西双宿双飞 为了不让苏西这个疯女人 连累自己 她打电话让杀手将苏西一起解决 然而她没想到 苏西却擅自行动打乱计划 因为她认为 石鸣不会真的杀死麦令锦 所以决定亲自送她上路 她故意将麦令锦带到海边 还给她一杯已经下了药的咖啡 果然她很快就晕了过去 眼见时机成熟 她直接从后备箱 拿出一卷塑料管 一头接在汽车的排气筒上 而另一头则是 伸进车里 想制造出麦令锦死于 尾气中毒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后 直接离开 可石鸣却赶过来阻止她 可等她打开车门 却直接傻眼 麦令锦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原来苏西离开后 昏迷的麦令锦 竟醒了过来 车里的浓烟 让她快要窒息 出于求生本能 她打开车门逃了出来 可意识模糊的她 却跌跌撞撞地掉进了水里 而苏西也发现了 她掉落在地上的手机 看着波澜不惊的水面 立刻断定 麦令锦已经死了 因为就算是正常人 掉进这么深的水里 都难以自救 更何况 是仲偉要的麦令锦 和她的开心不同 时明却开始冷静地毁灭证据 麦令锦因为抑郁症 来到墨人自杀 于是 我给你发消息 小夕 你已经很难去击败罢了 姐夫你先别着急 我再打电话问问 她应该不会丢的 就在他们为自己的演技 沾沾自喜 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 不料麦令锦却 活着回来了 原来她不仅被人 从水里救了上来 还因祸得福 恢复了听力 麦令锦死里逃生 刚想将自己恢复 听力的好消息告诉丈夫 不料却听到妹妹 催促丈夫立刻杀了她 她瞬间吓坏了 她没想到自己 最亲近的两个人 不但有私情 还想杀死她 然而她还不死心 担心是自己换厅 又偷偷走到厨房门口 然而这次的对话 却让她彻底死心 到时候再把两个迷运也死 然后扔到墨园后面 那个山崖下面去 反正所有人的论为 她已经死在里面 就算这么失地 也没人怀疑 麦令锦知道当务之急 就是要让人知道 她还活着 回到房间 拿起备用手机 打给了物业 不料此时丈夫却走了进来 幸好她及时删除了 通话记录账户 才没有起义 然后她又假装镇定 跟丈夫来到餐厅 两人一唱一和 想让麦令锦吃下这碗面 药已经下好了 只要她吃一口 立刻就会 在两人的催促下 她只能硬着头皮 夹起面条往嘴里送 幸好关键时刻 物业摁响了门铃 她也趁机走了出去 让物业看到自己 真的小心 告诉公司的同事们 我回来了 让他们不要担心 然而她的举动 也让石铭开始怀疑她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故意打开 洗手间的水龙头 来测试她 一旦她恢复了听力 肯定会听到 哗哗的水声 而去关闭她 然而麦令锦 却识破了她的戒 看到地上都是水 石铭也因此 打消了对她的怀疑 可没想到 在公司开会时 有人的手机 铃声响起 她下意识地看过去 不料她的反应 都被苏西看在眼里 她也越发怀疑 麦令锦已经能听见 于是她故意 将车灯全部熄灭 然后直接踩警油门 朝麦令锦撞了过去 而听到车声的麦令锦 却只能忍住恐惧 连头也不敢 因为她知道 一旦露出马铢 自己马上就会命丧于此 看着麦令锦一脸蛋白 他们也终于打消了 对她的怀疑 随后两人就这样 在她面前 有恃无捧地谈论 如何除掉她 而麦令锦没想到 两人的无耻程度 远远超过她的想象 这天有客人上门 苏西静直接宣布 自己是女主人 而麦令锦 则被她说成是家里的保姆 而时明也跟着男人 来到门口说话 没想到男人上来 就给了她一个大耳光 而苏西身为 时明的妻子 也没有性命 原来男人是实名的债主 是特意上门来要钱的 而此时的苏西才知道 实名欠了一屁股赌债 两人因此吵了起来 你去赌钱了 你欠了多少 不用你管 我马上就能还上了 你有什么还 你要相信我 我比你还希望麦令锦早死 我根本就不是因为爱她 才跟她结婚 哪儿来的感情 根本没时间等孩子出生 麦令锦必须得死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赌手 而屋内的麦令锦 却悲痛不挪 她没想到 自己不顾父亲反对 也要下嫁的男人 居然是个衣冠禽兽 隔日婆婆特意给她送来热州 她原本以为只有婆婆是真心对她 然而婆婆却直接给了她 一个大惊喜 你和小夕怎么搞的 上次不是安排好了吗 上次她没死成也就算了 这次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下 麦令锦肚子里的孩子 最终没能保住 麦令锦也从朋友口中得知 她其实是受麦夫所托来保护她的 原来麦夫早就知道 实名不是好人 所以才会极力反对麦令锦和她在一起 我从小把你捧在手上去 你现在嫁给一个渣男 还伺候她 此时麦令锦才知道 父亲的一片恐幸 顿时后悔不已 而她也决定不再一味隐忍 开启了自己的复仇 我会让她 付出殆尽 原来自认为的幸福婚姻 都是骗局 知道真相的她 为了活下去 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 这天她 特意在丈夫的咖啡里 倒入催情药 果不其然丈夫很快就口干舌燥 见到女同事 也开始心愿意马 她只能猛喝凉水 让自己保持冷静 却不料 此时苏西却走了进来 实名急不可耐地 将她直接扑倒在桌子上 此时的她 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掉入了麦令锦 精心魔化的陷阱 麦令锦算好要效时间 故意给实名打来视频电话 打完电话后 就马不停蹄地拿着汤来到公司 又特意让下属 召集公司重要成员 一起开会 会议上麦令锦 再次给实名打去视频电话 这一下 全公司都知道了 他们的龌龊事 而麦令锦要的远远不止于此 她假装不知情的模样 带领众人来到实名的办公室 直接当场将他们捉肩在床 你们 老婆 老婆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麦令锦故意一副 伤心欲绝的模样 转身离开 不料苏西却追了上 原以为是道歉 没想到苏西却直接摊盘 声称现在公司 全都是她和姐夫的人 一个桃色新闻 根本就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地步 怎么 想打我 你打 把我打疼了 姐夫可是我心疼 她的厚言无耻 让麦令锦无话可说 只见她微微一笑 等到电梯门打开 直接在苏西错愕的目光中 从电梯里摔出来 她就是要让大家都以为是苏西 苏西将她推倒 然后哭着和石鸣说 苏西想伤害她肚子里的孩子 苏西健壮 当即就想上前对麦令锦动手 却被石鸣拦住 麦令锦今晚就会死 别乱了心 麦令锦听完 只觉得恶心无比 直接打了石鸣一巴掌后 直接离开 而石鸣也很快发现 她和苏西的小视频 被传到了网上 公司内也流言四起 董事局为了不影响公司股价 于是给了他们两个方案 要么两人主动辞职补办 要么两人在发布会上 公开向麦令锦道歉 并取得原谅 可傲气的苏西 怎么会甘心向麦令锦低头 石鸣只能安抚她 如今道歉 是唯一且最好的办法 晚上石鸣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麦令锦的原谅 而苏西也拿着麦福的照片 声泪俱下地 向麦令锦 忏悔自己的过错 爸我知道错了 我不配当你的孩子 我就不配做个人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姐姐 让她原谅我行不行 看着妹妹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 麦令锦最终心软地原谅了她 也同意出席记者发布会 可他们却不知 麦令锦心中却另有计划 隔天石鸣当着所有媒体 向麦令锦道歉 随后苏西也站起身来 生情并茂地向姐姐道歉 请求她的原谅 看着他们虚情假意的嘴脸 麦令锦却是泪油满面 她最亲的两个人 却是被刺她的人 所以她无论如何 也不会原谅她们 你们两个 另有我听不见 媳妇我是个残疾 媳妇我是个孕妇 你们两个干的那些傲闹事 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 从来没有说过要原谅 我也永远不会原谅她 都是她们逼我来的 如麦令锦所愿 恼羞成怒的苏西 当众将她推倒在地 很快她们来到医院接受检查 这下所有人都以为是苏西 害她流产了 一时间 苏西成了人人喊胆的第三者 公司也再也容不下她 而另一边的石鸣 则约见了杀手 讨论如何处置麦令锦 而这位杀手 正是麦腹生前 派来保护麦令锦的重男 原本以为 他是帮麦令锦 搞垮渣男的帮手 不料 他却是谍中谍 他将麦令锦的流产检查单 给了石鸣 并让他看清上面的日期 得知原来麦令锦早就流产了 苏西气得 当场就想去找麦令锦算账 却被石鸣拦下 因为他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更完美的结果 我要让你再办一场媒体发文 要比之前那场更大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你要为流产时间道歉的时候 两处杀手机 随着苏西拿出检查单 舆论也开始导向苏西这边 随后苏西又利用大家的仇富情绪 麦令锦几乎没有参与过功夫的项目 但却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主菜 而真正为公司奉献人生的 是我们这些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人 而麦令锦 你什么都不用 就能拿走绝大多数的财 是真的公平吗 最后又用供应商吃回口的把柄 叫来供应商向集团施压 声称 只要集团开出苏西 就会终止合作 最后董事会迫于压力 只能宣布终止集团 对苏西的问责程序 而另一边的麦令锦 看到新闻后 却并不意外 她知道 他们之间的较量才刚开始 而在发布会上扳回一局的苏西 急不可耐地来到麦令锦面前 耀武扬威 姐 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 如何 我的妹妹 长大了 而就在此时 石鸣的债主却找上了门 严刑拷打 逼她快点还钱 你以前我也不要了 就这一身五脏六腑 能卖几个算计 石鸣下的急忙承诺 明天一定还 而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姐妹俩 却都无动于衷 苏西甚至依此讽刺姐姐的婚姻 是啊 就这么一个窝囊费 还有人要当小三去偷 有没有可能 我是把她当刀使 那就看谁握着刀饼 谁 又面对着刀刃 而这边的重男 拿着苏西发布会上的视频 找到麦令锦 拍测 这些供应商 肯定在苏西手上 吃了不少回扣 只要拿到他们吃回扣的账本 就可以彻底扳倒苏西 与此同时 狼狈的石鸣 也回到家中 看到客厅里的妻子 便开始用起了苦肉计 祈求老婆的原谅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敢死 我敢死 但她生情并冒得演得这么辛苦 麦令锦提出自己 愿意替她还赌债 但是要她去偷苏西的账本 很快他们的计划就开始了 麦令锦为了知道账本的下方 故意说要卖掉苏西的房子 原来这套房子 是麦妇买来送给苏西的 可还没来得及过户 如今姐妹感情破裂 苏西也没有资格再住下去 果然苏西从保险柜里拿出账本 而这一幕 苏西气急败坏地走出豪宅 刚走到停车场 就看到实名在等她 苏西没有防备 就跟她去了新住宿 别生气了 我带你出去吃饭 回来再帮你收拾行李 顺便再收拾收拾你 犯人 走 而这正是麦令锦的计划 等他们离开后 麦令锦就悄悄潜入苏西的家 寻找账本 可行李箱里只有几件衣服 根本没有账本 料不仅没有拿到账本 还被苏西抢占先机 利用舆议逼迫集团 罢免他总裁一职 关键时刻 仲南打来电话 让苏西听电话 麦令锦 你是不是能听见 你觉得呢 看一眼一手机 原来仲南已经拿到苏西的账本 此时的苏西 还不死心想和麦令锦看完 你也看了 现在董事后都是你 不如我们各队 你放过我这一次 我就让他们重新放弃 保留你在公司的位置 你怕是没有这个资格 苏西 这账本 解释一下 是 这次 麦令锦成功将苏西赶出公司 拿回了公司的掌控权 而实名健壮 也赶忙开始上演 夫妻情深 而麦令锦 早已看清 他令人作偶的渣男本质 不吃这一道 得知 麦令锦不会帮他还赌债后 他直接原形毕露 我是公司 王总 怎么对你的救命恩人 原来麦令锦早就和借贷公司达成协议 逼迫实名签下股权转让书和离婚协议 不甘心的实名 再次找到苏西 提出合作 你想想要麦令锦杀你爸的证据 麦尔治的遗物里一定 我们合作 但市场之后 我要卖是一半的钱 于是两人自导自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实名趁机想用苦肉计留在麦令锦身边 还向麦令锦透露了 苏西才是害死麦夫的罪魁祸首 今天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在客厅守着 你上去好好休息 就在麦令锦犹豫之时 一直联系不上的重男 却发来信息 让他同意让实名留下 同时又打来电话 告诉他 不要相信实名的话 他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 第二天重男告诉麦令锦 当年苏西爸爸的死 另有隐情 而且苏父留下的遗嘱 也是麦夫尾造的 麦令锦看完只觉得不可置信 他相信父亲的为人 绝不可能会是杀害苏叔叔的凶手 为了洗脱父亲的嫌疑 他想到父亲的遗物中 可能会有线索 可等他回到家才发现 实名已经抢先一步 打走了父亲的手机 老婆 我自乱点张承 麦人这伤害苏大海的证据 就在我手 你想怎么样 迈来河边 请 麦令锦如约来到河边 可他没料到 赴约的人竟是苏西 苏西看到麦令锦 也是一脸疑惑 可下一秒 他收到了实名发来的视频 苏西得意地拿给麦令锦看 并宣告自己已经赢了 可视频内容却让他大惊失色 原来苏复当年 是因为欠下巨额赌债 才跳楼自杀 苏西瞬间崩溃 他认为这个视频 是麦令锦和实名伪造的 只要你承认是你伪造的 我就放过你 你算了 死死你 我是真的 我回来 则克的苏西才恍然大悟 这么多年 自己都恨错了人 麦令锦妇女 才是她的恩人 她却恩将仇报 于是她告诉麦令锦 是实名害死了麦府 证据就在她家里 可就在麦令锦 去开车时去发现 不料妹妹却因为愧疚 选择了跳河自杀 而自己也被迷晕绑架 醒来就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地躺在家里 也认出自己晕倒前看到的人 就是渣男老公实名 当即推开她询问妹妹 苏西的下 可实名却说是她杀了苏西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要我做什么东西 那我去死 老婆 别 老婆你疯了 这就是你杀人的证据 你以为这点伪证 就能污蔑我吗 麦令锦气愤地叫报警 可实名却肆无忌惮 你现在身体里面还有围巾药的虫 当然是我给你注射的 你现在去报警 你看看 到底对谁更不理 随后实名又轻描淡写地 让麦令锦陪自己吃个早餐 看着高高在上的麦令锦 现在只能做小福地地伺候自己 实名不由得意起来 笨手来的 这点事都变得好吗 再有下次 你跪着给我挺干净的 你现在知道我一直以来的日子是怎样的了 软饭不好吃吧 接着实名又带着麦令锦来到公司 大家看看啊 就这个女人 让小子儿告一我老公 可麦令锦看到女人手里 拿着的照片是重男 瞬间意识到 这个女人是实名安排来羞辱她的 你让我当众出仇 不就是为了羞辱我吗 你现在满意了吗 麦氏集团还没到手 我能满意吗 然后实名又扮演深情丈夫 向众人宣布 麦令锦精神状态不好 需要休长假 为了坐实麦令锦精神有问题 他故意撕毁麦令锦妇女的唯一合照 激怒麦令锦 果然麦令锦上当 愤怒地上前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为的就是让公司的人 看到麦令锦疯癫的样子 然后顺理成章地给麦令锦吃下精神药物 而不被怀疑 孤里无缘的麦令锦 就这样被实名控制 不仅将她囚禁起来 还虐待她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麦氏集团的大小姐吗 现在的麦氏集团姓汪 麦令锦知道自己当务之急 就是打电话求救 于是趁实名接电话的空隙 他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自己的手机 他连忙将手机开机 碰巧此时重难打来电话 可就在他要接工之时 却被实名发起 放开我 挣脱实名控制的麦令锦想要 逃跑 可由于太过慌张在下楼时 扭伤了脚跌倒在地 可他没有放弃 依旧往大门的方向爬去 不料却被实名拖住 与此同时 重难也来到麦令锦家门口 麦令锦听到敲门声 用尽全身的力气 踹开实名往大门口跑去 老花 这是我给你找的宝 你们认识一下 麦令锦彻底绝望 原来实名早就将麦令锦的房子卖了 并将他转移到另外的大男实名 为了得到妻子的千万家产 竟私自将他囚禁起来 还极尽羞恋 谁能想到 他们原始年少相爱的一对情 当初实名将自己的白衬衫 借给麦令锦应急 麦令锦被他的善然和阳光洗 从此附加千金 隐瞒身份和穷小子相恋 可他们的恋情 却遭到麦府 因为他查到实名在上学时 就有了一个女朋友 女孩还为他做不太 离我女儿远一点 哎呦 上次面试 你本来是被刷下来的 麦府的话 让实名觉得自尊心受到侮辱 心中也自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为了报复麦府 回去后 就和麦令锦发生了关系 被爱情充分头脑的麦令锦 也因此不顾麦府的阻拦 嫁给了实名 可没想到心术不正的 实名竟私自挪用公款 还被麦府发现 你只不过是一个 寄生在我家的一个废物而已 如果你踏踏实实 做一个坠序的话 我还可以容忍你的愚蠢 可是你不带愚蠢 你还心术不正 被揭穿的实名 彻底慌了 不断祈求麦府 再给他一次机会 可麦府却要他同意 和女儿离婚 并净身出户 实名却 无论如何 也不肯答应离婚 想销毁证据 和麦府发生争吵 导致麦府心脏病发 还不小心将药瓶 丢在了地上 而满心仇恨的实名 却选择视而不见 眼睁睁地 看着麦府死亡后 才匆匆离开现场 知道真相的麦令景 伤心欲绝 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竟是杀害父亲的凶主 我爸说的果然美负 你就是个畜生 你就是个人家 自此麦令景 彻底被实名软禁 为了防止他逃跑 还特意派人 24小时看守他 幸运的是 重男根据追踪器 找到了他 并带他去和死里 逃生了苏西会 姐妹俩为了报仇 决定联手 揭开实名的真面子 于是半年后 苏西开始办了 平凡出现在实名身边 吓得实名开始神经衰弱 以为自己撞邪了 于是他回到家 就将女官卖令 所有东西都扔了 不料第二天这些东西 又完完整整的了 一开始实名以为这是梦 可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 于是他买了很多摄像头 安装在家里 不料却看到一个 疑似苏西的女人半夜 走进了她的玉玉 姐夫 实名更是被吓得不轻 精神恍惚的他 回到公司 再次看到了苏西 跟着他的身影来到楼 却看到苏西在他面前跳下去 可等他来到一楼时 却不见苏西的身影 此时下属又告诉他在公司 看到了苏西 精神崩溃的他 直接自爆杀了苏西 我都杀了苏西 我亲手杀了他 就在此时 苏西出想 揭开了他谋害自己的事情 是麦力锦杀了他 麦力锦把他给杀了 我有证据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麦令锦就出现 直言他手上的证据是稳造的 这里面是你家监控拍到的 所有影响 你和你妈的对话都在里面 真没想到最后的证据 是用你亲手安装的监控拍到 作检自负这个词 说的就是赢了 至此所有事情水落石出 实名也身败名裂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再次 universal设计 回来 来 大家